大家好 我是港珠 今集又是跟大家說一下 人在英國有哪裏好玩 之前有一集我介紹過 英國每年最多遊客去的旅遊景點 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在這個暑假不受沒有地方去 今次就想跳出英國 講一下外面的東西 但是我想從一個很特別的角度去講 究竟移英港人有沒有一個所謂家鄉在哪裏 怎樣說什麼叫家鄉呢 我看到一篇網上文章 有一位叫陳詩明的人 大家可能有聽過他 他應該是做英國教育的顧問 所謂中介人 也曾經上娛樂版 大家可能有留意到為什麼 和女星有些關聯 曾經關聯聯系上 他有一篇文章就是這樣說 港人家鄉是日本 而英港人老家應該叫維也納 簡單來說 這位陳詩 他就覺得 很多香港人都說 日本才是我的家鄉 很多人這一年去幾次日本 還多於回到所謂的鄉下 回到大陸 如果是這樣說 移民來英國的香港人 又可不可以找到一個地方 又是所謂他的家鄉 他是老家呢 所以這個話題引發到我想 首先當然 我是非常之不同意 維也納就是 而英港人的老家 完全是狗屁不通的 但是 如果要真的符合 一個地方 可以符合到我們所謂的 另一個家鄉的定義 有哪裏 是 而英港人可以考慮去呢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答案 我們一路嘗試聊天 說一下 所謂一個 第二家鄉應該有什麼條件呢 才是可以成立 首先我要看回 為什麼 日本是成為香港人的第二個鄉下 甚至有些人覺得 他根本就是鄉下 不是第二個鄉下 覺得他的重要性 是最重的 我覺得第一個原因 很簡單 很直接就是因為近 你去香港 坐飛機去日本 是很快的事 很多人 我認識很多的同事 朋友 在香港的時候 他們可能是星期五拖行李箱 放工 就直接由辦公室 坐車去機場 上飛機 去日本 然後 可以是星期日晚 才坐飛機 夜機回來 甚至 我真的見過同事 是星期一早拖行李箱回來 直接上班 下飛機 由機場回辦公室 都有的 因為很近 很方便 機程很短 所以對他們來說 一個短旅程 很符合這個家鄉的定義 因為回鄉下 你不可以很遠 要他有 好像這麼便利性 才可以是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如果我套用這個條件 放在英國 各位香港人 在英國住 有哪些地方 可以這麼近去旅遊 這個輸射範圍很闊 你可以去歐洲 有很多的大城市 也有很多的鎮仔 有很多的同事 我有些同事 他們一放假 我講英國的同事 現在 他們一放假 就會去歐洲不同地方玩 我老闆 我老闆 不是同事 他很喜歡去葡萄牙 因為有得喝酒 他覺得 消費不太貴 但食物又不錯 好玩 多玩 他又喜歡打高爾夫 有時候會去那裡打高爾夫球 喜歡喝酒 喜歡看風景 他覺得 挺正的 所以整個感覺 對他來說 這個就好像他的第二個家 有這樣的情況 或者 我也聽過 有一個報道 原來現在的國王 查理斯 他很喜歡某個地方 在歐洲 某個地方 我一時不知道在哪裏 看看我能否刷得回 可以把連結 或者把報道放在這節目裡 所以他經常去那裏 他有時間 即是以前 現在做國王 當然不行 以前他有時間 他就會去那裏 買一間屋 經常去那裏 去那裏度假 去那裏玩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你要想到 就是 如果你要找一個 叫第二家鄉的地方 距離一定是要近 如果香港人的第二家鄉是日本 其中一個原因 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距離 所以如果 而英港人的家鄉 第二家鄉是哪裏 我覺得 看第一個條件 其實很闊 很多地方都可以符合條件 所以我們再看下去 有些什麼 令到香港人 會覺得 可以成為第二家鄉的 一些元素 第二個元素 我覺得一定是美食 香港人是很罪 有很多人都說 自己吃運 世界各地的食物 而事實上 就算你不用離開香港 也有各國美食 就算很小的商場仔 也有所謂的 國際美食 街食品 那些 香港人吃慣吃各地的菜式 但即使是這樣 你會發覺 其中一個香港很喜歡的菜式 就是日本菜 如果你數一下每個區 即是哪些餐廳最多 我相信很多區 最多的餐廳 除了本地那些 即是不算那些菜餐廳 那些 日本餐廳 就算不是第一 一定是三甲之內 數目之多 是很多 真的 香港人喜歡吃日本菜式 所以如果他們有時間 他們要回家鄉 當然是去一些 他喜歡吃的地方 如果你不喜歡吃那些食物 那些吸引力 就打折扣 你很難有一種認同感 覺得那個是沒有家鄉 日本有很多不同的美食 你不同類型的人 口味 都找到好食物 例如 有些人喜歡吃壽司刺身 很棒 以前有足地市場 之後妝都沒化 臉都沒洗 就去排隊 你又可以吃拉麵 拉麵又很棒 你可以吃 例如鰻魚飯 日式咖喱 又很棒 很多很多很多 一些不同類型的美食 還有日本人做甜品 但西式甜品 又是將它日本化了 有少許日本的風格在裡面 但又很好吃 這些又是另一種元素 從這個角度去講 美食是很重要的 很多時候 如果你見到朋友 或者去Facebook 去打卡 或者去貼那張照片 或者去旅遊 去日本都是吃東西的 貼很多食物 回到這個角度去講 而英港人 有沒有哪些地方 是他們的距離是近的 即坐飛機不是很久的 而又可以他們喜歡吃的食物 又沒有呢 如果你問我 我要篩選我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 維也納未必是 坦白說 而英港人未必熟悉 或者習慣 維也納的食品 所以不好意思 陳先生 陳施明 我真的不能夠同意你的說法 可能你覺得很好吃 但是主流的香港人 應該未必覺得好吃 如果你說真的 香港人會覺得 比較好吃 比較會欣賞 我覺得 可能都是幾個 主要的歐洲國家 一個就是 意大利 我相信香港 去到意大利 絕對不受 沒有好食物 薄餅 意粉 這些會有 這些是 香港人一定習慣 而且真的好吃 你在香港吃過 什麼意大利餐廳 都好 如果你去過意大利吃 當地的葡萄 就算是小葡萄 你都覺得很好吃 還有雪糕 很多很多東西 甚至 很豐富的美食內容 而且它有近海 有海鮮食 但是它本身的烹調方法 也是很多樣化 所以我覺得 意大利會上榜 有些人會喜歡吃法國大餐 不是多魚 但法國菜 都好吃 不過 真的不要遊客區 因為太貴了 如果喜歡吃海鮮 西班牙 這些地方 就絕對適合你 我覺得 如果你是喜歡食物的話 在歐洲都有些選擇 在剛才說的幾個地方 這些有些例子 還有很多 當然 第三 當然就是購物 香港人去日本 就算紙水 不是低的時候 就是現在 4.5%的時候 那些人的一窩瘋 就可以去日本買東西 對不對 就不用去當時 但是就算紙水高的時候 都沒有香港人去日本買東西 因為 不只是看價錢 第一就是質素 日本人出名的質素 很多人都覺得 尤其是他們本地買給本地人 大家覺得 美食一定是內銷的 不會轉口的 所以去那裏買東西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就是 文化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喜歡日本當地的那些產品 他們的產品 也是適合香港人用的 他們的生活用品 和家居的擺設 家居用品 很適合香港人去用 所以有些人就會去那裏買 另外服裝 也是 香港人絕對會去日本的名牌 甚至潮店去買時裝 買衣服、鞋子 一定是有的 所以如果回到歐洲 在歐洲這裏 在英國輻射出去 有哪些地方 好像阿倫所說 近 美食也好 而他們賣的東西 是香港人會有興趣 大家會 尽量為了購物 而走到那裏 在這裏 開始說 有哪個地方 在歐洲或者英國 可以輻射出去 機程不太短 不太長 時間很短 你可以找到一些 適合香港人習慣的 購物的東西 其實真的不多 最後一件事 主要想分享 我覺得是一種 心理的認同感 而這個 是來自文化的層面 很多香港人會覺得 他們去到日本很舒服 不是因為地方大了 而他們覺得 明明都是東方人 明明都是大城市 例如去東京也好 你會覺得 不知為何 人家比較乾淨 服務態度好一點 一般來說 當然也有差的地方 你容易踏 你會想在那裏長一點 而不是放假 留在香港 得罪廣據 香港的店鋪 香港整個 生活文化 消費文化 你會覺得 不適合自己 你會寧願自己是日本人 說得白一點 因為我們經常說 第二老家 或者另一個家鄉 你視自己是那裏的人 這個當然有開玩笑的成份 但另一方面也是 你身份的認同 和你的情感 你的連繫 是更加大的 對於日本 如果這方面 放在英國 我覺得 是好看 你是哪類型的人 你總會找到歐洲的城市 找到歐洲的地方 你是有一種 很強的連繫感 你會覺得 那裏 我好像跟他有一個連繫 例如你可能 喜歡藝術 喜歡音樂的 喜歡維也納 喜歡去法國 有很多博物館 很浪漫 有些人覺得 視乎你是哪類型的人 我相信你是歐洲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整體來說 如果你已經港人 來了英國 當然你不能經常 長途飛機 去你心目中的 另一個家鄉 即所謂的日本 這個似乎 不可能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個 叫做 第二家鄉 或者次選 再次選 第三家鄉 不是日本 我相信 你在英國住 你會找到不少選擇 在歐洲 至少已經有很多 這個 我覺得 也是另一個 你作為 住在英國的香港 應該覺得開心的地方 就是你搬去另一個地方 不是說 你完全要關門 沒有什麼好做 你真的有 時間你想出去玩 你絕對可以 這也是 住在英國的好處 因為他去到很多地點 歐洲 都很方便 甚至 雖然我們說 第二家鄉 才是出國 但是 原則上 如果你覺得開心的話 英國本身 也有很多地方 你當自己舉個例子 你可能住在曼城 在曼城 其實如果你覺得 是正的 倫敦可能已經是 你的另一個家鄉 你可以有空放假 又過來 港珠自己也認識了一些 來自香港的朋友 他們真的 可能一年 兩三次 下來倫敦 第二 其實他也是 有很多個星期 認識的活動 譬如有些人喜歡看武館 會來這裡 有很多新奇的體驗 可以做 買東西 有購物 有很多大的購物 地點 有很多西斯形的食物 另外 食物也不差 雖然 坦白說 英國 食物不可以說是優秀 在歐洲 版圖 但是 在倫敦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食物 已經算是這樣的 對吧 你會看到 其實倫敦已經種了不少 如果你不是住在倫敦 你真的可以把倫敦 視之為 一個第二個家鄉 也有些人 我這個同事 會視 蘇格蘭 是他們的 一個 必去的地方 我有同事 就是很喜歡 他一放假 甚至有時 在一個週末 他就說他開車上去蘇格蘭 他覺得蘇格蘭 就是一個適合他自己的地方 可能那個文化 那個氣息 他喜歡 所以我想說到尾 今集好像沒有結論 因為 真的很視乎你是怎樣的人 我會覺得 向外去找的話 港珠 以港珠自己來說 我喜歡什麼地方 我想我會喜歡 譬如說 意大利 有不少地方 我也很喜歡 我也會想再去 有時間也想去幾次 北歐我也會喜歡 我去過 黑爾新基 我去過 Stokholm 我都喜歡這兩個地方 如果你給我有時間 我都會再回去這兩個地方 當然還有其他地方 歐洲我都沒有探索過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各位 即是 二英港人來到這個地方 居住了 一兩年兩三年 開始大家 探索過 英國本地不同的地方 又或者 去過 坐飛機 兩三個小時之內的 歐洲其他地方 有什麼正的 在你的口袋名單上 你覺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隱世的地方 不妨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 我知道 有很多來到英國的香港 都會去歐洲玩 而且有些地方 不是很流行的 甚至你會見到 有些YouTube頻道 都會說這些 有些香港人 就是YouTuber 他們去到歐洲玩 就說 你們香港人未必去過 但很正的 怎樣怎樣正 很多很多 值得大家 拿出來分享 有興趣的朋友 在下面留言 和大家聊聊天 今次和大家聊聊 這個 港人第二家鄉 這個話題 生活化的有趣話題 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你的收看和收聽 記得留言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